OK 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個Lab的demo 第一個就是關於入侵企業級WiFi和VPN 我的名字就叫胡家樂 我現在就是中大訊息工程系 讀EAR2的Anville Anville 即是研究的碩士 我是周思潮教授的學生 我的研究興趣就是網絡安全 我同時也在中大 搞了一個叫做Open Innovation Lab的活動 就會推廣這個奪期活動 奪期活動也是一些關於網絡安全的比賽 或者會叫遊戲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今天的主題就是WiFi和VPN 首先是WiFi 可能大家家裡都有WiFi 那你家裡的WiFi就會只有一個密碼 然後所有人一起分享這個密碼 對不對 但是在公司和學校的密碼 的WiFi就會有點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用的叫做企業級WiFi 叫做 Enterprise Wi-Fi 主要的分別呢 就會是每一個用戶都有自己的帳戶和密碼 它有自己的帳戶和密碼 甚至會有些公司或者學校 就會做一個叫做 Single Sign On Credentials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例如一家學校 你只需要用一個帳戶 你只需要記一個密碼 你就可以登入到Email 可以登入到學校系統 甚至可以登入到WiFi 那就相當之方便的 那些企業級的WiFi 要保護我們的密碼 不要被人偷看 那是需要我們的裝置 我們的電話 電腦 要檢查一件事叫做證書 那其實就跟上網一樣的 你平時上網的時候 你的瀏覽器 例如Gluo Chrome 它都會幫你檢查證書 就可以確保到你說的東西 不會被人偷看到 但是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們可以破解到 這個檢查證書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偷到 他們登入的密碼 甚至對於一些 設置得特別差的裝置 我們可以用很便宜 我們用幾百元的 就買一部這樣的電腦 電腦仔 我們背著背囊 到處走 一邊走 都可以一邊偷到別人的 偷到別人的WiFi密碼 所以那個攻擊都是很厲害的 那你可能會覺得 偷密碼而已 是不是有什麼大不了 最多就是 lock in Wi-Fi 有什麼用 但是你會記得 我剛才說過 有很多學校或公司 是用同一個密碼 來傳取其他的資源 例如電腦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偷到WiFi密碼 我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 所以其實這個攻擊 是很嚴重的 例如在MacOS和IOS裡面 如果一個裝置 第一次看到一個新的證書 它就會彈個窗台 說 有新的證書 你看看要不要繼續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看的 就這樣按繼續的 甚至就算你想看 其實你都不知道有什麼要看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按了繼續 如果剛好又有人攻擊你 你的密碼就會直接被我偷了 你在Windows裡面 都有類似的情況 Windows就會跟你說 如果你期望在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WiFi 那你就連線了 但是好像我剛才說過 那個攻擊者 就可以背著背囊 到處走的 所以其實我無論去到哪裏 看到那個WiFi 都不一定代表是安全 是對的 所以這個位置 這個認證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當然這些設計的問題 我們都有回報給相應的廠商 Google就修復了漏洞 甚至還給了八千元美金做獎金 多謝Google 我們的攻擊情況就好像這樣 假設你今天在中大的校園 周圍走 你會想去連WiFi 但是真實的WiFi 跟這個攻擊者背著背囊的WiFi 你會發覺它的WiFi名是一模一樣的 那怎麼辦呢 對於電話來說 因為電話只會顯示了一個WiFi名出來 當你按連線的時候 其實電話是不知道哪個是真 哪個是假的 他隨便選一個來連的話 就有機會連到攻擊 就是攻擊者的WiFi 但是如果你連到攻擊者的WiFi 那我就會偷你的密碼 這裡有一個展示 是一條影片 你看到是Windows裡面 我按連線 連完之後 他就會跟你說我不能連線 但是在背後 在攻擊者的電腦 你就可看到它應該慢慢逗 會不會憑下 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 就會看到有用盤在這裡 然後這兩個看起來不像密碼 像是可能加密了 有沒有安全 但是一定不是的 這種的所謂加密 其實其實不是的 那叫做hash 其实我们是用现成的工具 用一部不错的电脑 一张不错的显卡 我们很快就可以破解到 所谓的加密的Hash 大家就会见到它密码是 ZXCVBNM 就是说我们就偷了 那个人的密码了 好,那说完Wi-Fi 现在到VPN了 可能大家近几年 都有上过网货 是不是呢,上Zoom这样 你的家长都有可能 有试过在家 或者在酒店 因为家里的Wi-Fi不好 在家里工作 很多时候都会需要用VPN 连回公司 去拿回公司的内部资源 我们都知道 酒店Wi-Fi那些是信不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控制Wi-Fi那个人 是有很大的权限 可以看到你连线 说些什么 甚至可以改多你说些什么 这个我们就叫中间人 这个MITM 中间人攻击 一样在这个浏览器 我们都有些很好的防御 对于这个中间人攻击 但是对于这个企业级的VPN 它们是否准备好呢 我们就发觉很多都是未准备好的 有很多的企业VPN 都一样都是用这个证书 来去保护我们的密码安全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们就发觉很多的VPN 是没有做到任何的检查 就是证书的检查 所以这个攻击人 都很容易就可以偷到你的密码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东西叫标击人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目标的装置 例如电脑电话 我们可以运行到任意的程式 例如放一些病毒进去 就是这样 这次攻击人的情况就是假设 如果你要工作从家 你去一间咖啡店做事 因为你家的WiFi不好 对不对 你喝杯咖啡 你又开电脑 你要连个VPN 你可能有看YouTube 可能也有看过很多VPN的广告 VPN就会跟你说 它们有一个保障队 然后它们又用到军用级加密 所以就很安全 你便连线 但是其实 邪恶的咖啡店的老闆 因为你的VPN是没有检查证书的 所以那个邪恶的老闆 就可以换了一张证书 然后就可以偷听到你的密码是什么 这个就大件事了 更加严重的就是 如果你看到我的VPN要更新 千万不要按 为什么 因为老闆已经将更新换了做病毒 他可能会安装了Wonder Cry 在你的电脑上 那你到时真的Wonder Cry 好 那现在就来一个试试 那我需要一个階段 有没有魔术的助手 好 那你就可以站在这里 那首先你可以见到 我这里有一部Laptop 那Laptop这里就有一个Wi-Fi 那这部电话和这部电脑 都连到这个Wi-Fi 这个Attacker的Wi-Fi里面 那你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 首先你按这个按针 那就是 那就是 那这个是一个VPN App 那你会看到 连了下去 就叫你打Userine Password 那你打一些东西 那你不要打一些真的东西 那你不要打一些真的东西 那你不要打粗口 那你不要打粗口 那我就要跟他说 Lock-In Fail 那但是呢 其实在暗底里 这个Attacker 就已经可以直接见到 那个用户和密码是什么 那这个应该是 你见不见 这个是你打的 你打的Userine Password 那是对的 那就是说 那这部电话 用这个VPN App 那我作为一个Attacker 就可以直接偷了它的密码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Demo 是 那这部在我Windows的电脑 一样是连了Attacker的Wi-Fi 这个邪恶Lice Cafe的Wi-Fi 那你见到我现在开了一个VPN App 又是不知道是什么厂商 那如果我按Connect 那它跟你说 有新版本的 要不要下载呢 那要不要下载呢 当然下载吧 我按有安全意识 是不是呢 新版本一定安全一点 那我按吧 一定 那我按OK 那如果它现在说更新了 那就 那就大事了 那当然了 这个只是一个Demo 那所以呢 那我只能播一段影片 那样的 那但是作为一个Attacker 呢 那真的没有那么好心 就装一些病毒啊 装一下Wanna Cry 那样 那所以这个就相当之危险的 那回来了 那一样 那我们找到很多漏洞 对不对 那固然是很开心 那但是呢 那现在我们都要帮回他们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我们都回报回所有我们找到的漏洞 给回一些厂商的 那那大部分的 那很多的这些漏洞 都已经是修复了 或者正在修复了 那同时 那我们也都在其中一个厂商里 就拿到2000元人民币的奖金 那多谢他 那最后呢 就是这里就有两篇论文 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说的的攻击 那第一份就是关于WiFi 第二份就是关于VPN 那不过呢 第二份就还未出得街 那所以可能要等多几个月 那最后的最后 就是呢 我们的讯息工程系呢 有更加多关于这种这样的 网络安全的课程 甚至也都可以和这个 我们的教授去进行这些 网络安全的研究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们对这个 网络安全有兴趣呢 那我就欢迎大家去加入 这个中大的讯息工程系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